大家好 我是刘宏妍 欢迎大家来到刘宏妍六谣大讲堂 今天要讲的是古人讲的求财 财要克事 财要身事 财要合事 有财可求 这是古人讲的财要克事 财要身事 财要合事 首先来讲 第一个定义 古人讲的这句话的财要 财要 古人讲的这句话的财要 通常是指日月施令 他才会出现这种说法 通常是指财要是日月施令 才会有这种说法 第二个 才要克事 那一定是父母要辞事 克事一定是父母要辞事 克事一定是官伟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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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是任何谣辞事 只需要与财要相合的关系就可以 可疑 难过 日月是柴瑶绅士这一种 可以是短期求柴 可以是长期求柴 也可以不考虑四瑶的旺衰 因为这个时候的柴瑶 它既是用神 你求柴瑶它肯定是用神 那么它同时生世 它站在四瑶求秤的角度 它同时也是原神的功能 所以不考虑四瑶的旺衰 而且可以是长期求柴 可以是短期求柴 这是第一种 这是财瑶生世有财可求 财瑶克世 那一定是父母其事 它与财瑶本身是一个相克的关系 有财可求 那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一 失望 一 是要妄想 如果是要羞羞了 才要克世 那是有财 那是有灾了 而不是古人讲的有财可求的 第二 适合于买彩票之类的短期财运 适合于买彩票之类的短期财运 如果说你说超市啊 企业啊 办厂啊 这个才有克世 也不是有财可求 它同样的囤 是财瑶 给它造成了护担 造成了压力 而不是有财可求 其实第三种才有合适 其实变化最多 其实变化最多 第一个 同样的要适遥妄想 要适遥妄想 适遥妄想 施遥如果修修 日月是财也要来合适 还是没有财 这是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 我们知道合 本身有生和特合 而生和又出现 生我我生 克何一出现 克我 我克 所以 财瑶合适 问求财 第一个 必须施遥妄想 第二个 根据这四种状态 有四种变化 第一种 生我 生我 它就跟这个才有生事 是一样的 它比这个才有生事 这个就更亲密 更高级 因为才有生事 但是这个你比如说它是官轨 它是个官轨 银木磁士 它材料可以是止水 就是止生银 它只是一个单纯相生关系 而现在这一种 它可以是官轨 银木磁士 材料是害水 又生又合 所以它比这一种更亲密 比这一种更亲密 它可以官轨 银木磁士 材料是害水 生和 而且这一种 就可以像这一种影像的 可以福利不看事要的旺帅 第二种 我生 也就是说 害水 池氏 日月氏 淫木财 汗水 池氏 日月氏 淫木财 但第一个 要是要旺 是要旺才有才可求 是要修 无才可求 但是也没有后放 也没有后放 那么这种在思要旺向的状态下 有才可求 适应于任何事件的预测 或者说 或者说 只要是深合 只要是深合 都适应于任何 长期求财 也行 短期求财 也可以 也可以 而特合就不一样了 特合 愁吐此事 日月氏 止水财 那就是我克 我克了 有财可求 有财可求 直接论有财可求就可以了 最大的变化 是克我 你说 是止水实事 才要是仇徒 这是克我 不但要求是要旺 而且 只能是短期求财 也就是我们讲的 比如说 买彩票之类的短期求财 只适应于短期求财 如果长期求财 即使是要旺 都得以有债论 而不是有财可求 比如说止水实事 写在这里 子水实事 其实这种情况 跟第一种 类似 但是它比第一种更严重 它比第一种更严重 第一 要求是要旺 第一 要求是要旺 第二 子能是短期求财 如果长期求财 这个不但无财可求 反而断有灾 比如像这个案例 比如说 你要预测一个企业 或者预测一个超市 直接断草莲 有灾 而不是有财可求 请大家多多关注刘宏妍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